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女子叫Lisa Fernandez 她当时非法地做美容矽胶的注射 结果造成这名病人叫Maria McClendon 不幸在接受两次的疗程之后 最后因为这个矽胶跑到血液循环的肺部去造成她死亡 那么昨天这是她第一次出庭 那么现在被律师应该是被检控官 以二级谋杀罪或是二级误杀罪起诉 她的保释金设为四万元 好 再来看一下休斯顿警察 昨天表示呢他们已经逮捕了一名性格暴力的game member 这个是帮派的成员 那么她在多年前曾经因为 这个应该是跟前任女友分手 而向前任女友开枪 那么在这个星期应该是前天吧 也是跟女友吵架 结果又向她的现任女友开枪 那么之前呢她还有杀人的前科 只是呢过去似乎她的刑期都判得很短 因此呢出来犯案的时候也都是在保释期间 那么昨天警方将她逮捕 那么现在法官不给她有任何的保释金 好 再来看一下这则是从Fortbank County来的 警方表示呢这名19岁的青年 在昨天在Fortbank County开车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是跟另外一名驾驶人起了路上的冲突 结果这名驾驶者Dodge Challenger的驾驶人 居然朝这名青少年所开的车扫射子弹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车身布满了弹孔 不过奇迹似的这名青少年并没有受伤 那么现在警方已经有了 Dodge Challenger当时的车牌号码 以及目击者的人证 因此希望能够尽快的将这个危险的 开车涉及者早日逮捕归案 好再来看一下有三名男子 这是发生在Channel View的地方 他们在一个加油站 要准备向一名驾驶人 以及整个加油站来做刑抢的案件 结果呢被马路对面的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给看到了 这名流浪汉虽然无家可归 但是正义感十足 因此立即跑来帮助被攻击的这个车主 结果没想到这三名恶徒 反而将这个刀指向流浪汉 将他连搓竖刀 现在这名流浪汉呢在医院情况危急 而三名中的歹徒有两名救捕 警方表示呢如果在外面看到这种不公不义的情形 要量力而为 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有把握的击退恶徒的话 至少可以将恶徒的像是车子号码型号 以及他们的长相牢记在心 并且赶快报警啊这是最明智的做法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建议勇为的行动呢 反而会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危险 不过总之美军认为这一名流浪汉的建议勇为行动 真是我们社会上少见的英勇行为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Mathodis的消息 Mathodis医院呢其实在这边 他是虽然公布了他将这名耳鼻喉科的专科医生 叫Dr. Mary Bowden 停止他在Mathodis来做注册营业的活动 因为呢他们说Dr. Bowden 在自己的私人Twitter上面 以及他个人的社会网页方面呢 传达了有关对COVID vaccine 就是预防针的怀疑 以及呢他也反对在医院对所有COVID病人 做同样的治疗方式 叫做one size fits all 那么他本身的这个outspoken就是 不惧怕当下的这个医学界的规定和权威 所做的这些个人的言论发表呢 激怒了医院 现在医院呢将他停止 表示他是散播不正确的消息 但是Dr. Bowden本人则表示呢 其实医院老早已经先和Houston Chronicle联络了 故意的将他的形象打击 Mary Bowden医生表示呢 他所治疗的病人 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进到Mathodis医院接受治疗 那么他对Mathodis医院所采用的one size fits all 就是统一治疗方式管理呢 对所有COVID的病人的这个态度感到质疑 总之现在在美国有一群 对目前的医疗霸权感到不满的医生呢 他们自己结成了一个团体叫Frontline 就是前线医生 那么这些医生呢 因为不满目前的FDA或是CDC所交代下来的指令 他们认为病人的这个福祉才是他们最关心的对象 而不是作为政治方面的一个工具啊 因此这群医生呢 现在一直被政府禁言 不过现在看来 休斯顿的这个Mary Bowden医生呢 现在明显的成为Mathodis医院打击的头号对象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